歡迎大家收看寫字旅行的頻道 今天要來介紹新的寫熱迷你型的CIMO器跟一般的常見的CIMO器有什麼不一樣 首先外包裝幾乎一樣只插在迷你 是多了一些迷你 Inconvert迷你所以他註明的是用在迷你型的 擋比上好這是第一個的差異點 第二個差異點就是長度 迷你版本的是約莫5.5公分 然後一般的CIMO器是6.9公分 第三個差異點就是CIMO的容量 迷你的約莫0.3mol 然後一般的約莫0.5 第四個差異點就是 像一般CIMO器它的這個旋轉鈕的顏色有多種 像它還有粉紅色或者是棕色綠色等等多達10種的選擇 那其他顏色的裡面的這個會變成透明版 透明的顏色 但黑色就是這種顏色 黑色灰色這樣 好 那但是迷你的這個型只有黑色的版本 所以這是第四個差異點 好接下來第五點的差異就是 這個一般的這個CIMO器呢 基本上用在於 寫了90%以上的港幣 都是用這一款的CIMO器 包含像什麼 Coligography Pen這個鋼筆 這個鋼筆啊 Mekuo系列 或者是Professional Gear 14k或21k都是 然後還有這個 Profit 14k或21k都是 等等的 都是用這個 一般型的CIMO器 而這一支 迷你的CIMO器 就用在寫的短缸 就是Professional Gear Slim Mini 還有像這幾款啊 好 那以上供大家參考 接下來分享他們的共通點 第一點就是組裝方式一樣 好這是一般的 一樣朝這個地方 看到一個類似插槽的地方 往下插進去 插緊就可以了 然後 迷你的CIMO器也是一樣 朝著這個 斜熱的短缸 好這裡面有點暗 不過也是類似有一個 看起來像插槽的地方 往 往內 往內壓 把它插緊 好 好這是第一個共通點 那第二個共通點就是 上墨方式是一樣的 那之前在我們的YouTube頻道 已經有用這一支 鋼筆示範 斜熱的CIMO器如何上墨 大家可以搜尋一下 那今天就這邊簡短的 用這個短缸的部分 說明一下 好第一個首先第一個步驟 一樣用這個黑色旋轉鈕 朝自己的方向 然後往下旋轉 將那個內部的弧塞 旋轉至底後 將筆尖插入墨水 插入墨水 超過這個地方 好 然後 進入墨水之後 再往 應該說 另外一個反方向 把墨水將吸上來 吸上來之後 那就是多餘的墨水 這邊多餘的墨水 筆尖插入墨水 都筆尖插入墨水 插入墨水 就可以了 好 以上做個簡單的分享 這兩支CIMO器的 共通點跟差異點 希望對大家有些幫助 那 喜歡的朋友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按個讚喔 那也記得多多分享跟留言 謝謝大家 下次見